You hurt me And you make me cry But if you leave me I will surely die 经常有很多小伙伴问阿树 什么样的配置能进行流畅的剪辑和调色 跟大家聊聊我现在使用的配置情况 那如果你想直接观看调色部分 可以直接跳转这个节点 在我个人的视频工作流中 会经常使用A7S3拍摄4K格式的素材 那可能一个5分钟的成品视频 拍摄的素材就高达上百G 那在处理视频的过程中 一个高速的固态SSD就非常适合像我这样 同时需要性能和容量的创作者 而且在剪辑时尽量选择高频率的内存条 那简单的剪辑8G就足够了 但再加上一些特效插件或者是调色什么的 至少需要16G起步 我目前使用的是威刚翼龙S70 Blade ETP固态硬盘 和威龙Lancer5200的两根16G内存 起初在装主机时只是选中了固态和内存 但是后来看到威刚的电源和散热器的性价比也不错 就果断入手了魔盒850W全模组电源 和双盾360一体式水冷 加上手头本来就在用的幻境拳头机箱 几乎就凑齐了一套微钢全家筒 也是没有想到 这款机箱的玻璃面板设计和盾牌造型很有个性 机箱下面呢 我使用了斯摩格的RGB小灯 放置在显卡的下端 多增加了一次氛围感 因为用的是DDR5内存及12代CPU 所以主板上选择了供电增强 支持DDR5内存 频率可以达到6200Hz的微星B660M Wi-Fi排击炮 这款主板也能支持我生产力的使用 显卡使用的是微星MSI超龙RTX3070Ti 选择它是因为在性能、温度、噪音等各方面都表现不错 那CPU选择的是i7-12700KF 8个性能核加4个能效核 主频频率最高可达5Hz 同时进行剪辑、特效、调色的任务 也不会有压力 导出成片更加高效 那特别是在做动效方面 能很好的支持AE内E3D模型插件的使用 多核心让导出速度更加快捷 那最后呢我们来聊聊显示器 那显示器我选择的是菲利普加的4K27寸 27B1U7903显示器 整体风格简约现代 几乎等宽的四边窄框看着也很不错 色彩很准是我对它的出印象 观看HDL视频时非常惊艳 显示器还拥有10bit色深 可以显示多达10.7亿种色彩 避免色彩断层的情况 色域方面实现了99%的sRGB 99%的Adobe RGB和97%的DCI P3色有支持 能够应对各种环境下的创意生产力需求 那日常用来进行刷液篇调色 十分舒服 不过有一些小小的遗憾是没有高刷 但瑕不掩余嘛 这个价位能买到 Mini LED屏 HDR1400 2304分区调光 可以说是非常划算了 回归正题 调色仍然是基于个人主观意识的操作 与审美相关 例如这次为大家演示的 是我用A73拍摄的HLG素材 我在达芬奇内 将它色彩空间转换为S-Log3素材 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 那进入达芬奇 在开始前 需要你跟我一起进行一个键位设置 点击左上角 打开键盘自定义 找到调色 节点 为所选节点添加标签 这里改为F2 那这个操作能在后面 帮我们更好的进行节点分类 我们按下Alt加S 新建一个节点 然后按F2 命名为WB白平衡 对了 如果你是Mac用户 这里是按Command加S 再继续按下 Alt加S 按F2 命名为对比度 再按下Alt加S 按F2 命名为黑白电平 再按一次Alt加S 按F2 命名为饱和度 完成后 我们再按一次Alt加S 新建串行节点 然后再按Alt加L 新建两个图形混合器 那图形混合器 可以更方便的帮助我们 对人物和背景做颜色的单独调整 最后再按Alt加S 新建两个节点 第一个命名为全局调整 第二个命名为锐度 我们起手 可以直接从对比度节点开始 调整了对比度和饱和度后 更容易判断颜色走向 然后再来调整白平衡 我们首先增加一些对比度 将施波器整体缩折的一团 给拉伸开 环境内有一些霓虹灯招牌 因此施波器的高光会有部分裁切 暂时不用管它 接着我们使用轴心工具 降低一些轴心数值 它能很好的控制中间调和高光 让肤色更明亮 这是之前 这是之后 我们对比看看 接着来控制一下画面的黑白电屏 让分量图呈现在一个正确的范围 如果找不到分量图 可以点击这个地方 我们稍微降低一些亮部和暗部数值 让施波器的亮度范围大概在95% 暗部范围在5%的位置 接着可以将中灰的数值稍稍提高一些 然后我们来做饱和度 点击RGB混合器 将它们每一个突出的部分拉满 现在可以看到画面已经十分饱和 但是由于索尼祖传的画面偏色 肤色仍然有些发率 接着切换回白平衡工具 用偏移色轮将它移向红色和阳红一点点 纠正它的偏色 好我们来看看画面 这是之前 这是之后 这是没有白平衡的 这是有白平衡的 所以还是能从图中看出区别和不同 先做好对比饱和 再做白平衡 是我常用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要用到后面的两个涂层混合器 它和PS内的涂层类似 可以用它来将人物肤色和背景区分开 更好的进行局部调整 我们从最底层开始 使用限定器中的吸管选择好肤色 不断使用加号吸管来选择调整皮肤选区 直到皮肤被完全覆盖 我们可以给每个选区都加上一些柔化 让画面更自然 我这里做的还不够精确 当然大家可以做的更精细一些 然后可以在右侧加上一些模糊半径和降噪 大概10到11左右就OK 这里没有准确的值 大家视画面而定 我们返回来 给皮肤的饱和度稍微降低一些 这是之前 这是之后 接下来操作上面这个涂层 我们可以任意更改背景的颜色 肤色都不会受到影响 往蓝绿这边偏一些 这样能够感觉到画面更有商业质感 如果觉得皮肤有些暗 也可以加一些高光使它更亮 这是整体颜色调整之前 这是之后 接着可以使用全局调整的节点 调整一下整体的感觉 OK最后一个节点 我们可以稍微添加一丢丢锐化 让画面更有感觉 添加锐化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点击模糊 将半径向下拖动 可以明显感到锐化 还有一种我们打开效果栏 搜索美颜 移动程度这一栏 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那这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觉得对你有些帮助的话 请记得给阿淑一键三连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